大家好,本期视频将给大家讲解如何在Dodo发起挖矿活动,单击工具,发起挖矿活动。 我们提供了两种挖矿类型,一种是单币抵押挖矿,一种是RP抵押挖矿。 我先给大家演示单币抵押挖矿的操作方法。 选择要抵押的代币,挖矿活动开始时间,结束时间。 目前我们的挖矿活动不支持通缩类型的代币,包括交易销毁、交易收费类型的代币。 设置挖矿奖励代币,每日奖励数量。 单击创建,挖矿活动就创建成功了。 将你的挖矿活动分享给用户,用户可以通过链接或者扫码直接参与。 输入要质押的代币数量。 单击存入,就成功参与挖矿了。 下面我给大家演示LP抵押挖矿活动的操作方法。 选择自己代币交易对的资金池。 注意,这里只能使用公共池或者锚定资金池,私有池不能进行挖矿活动。 设置好挖矿奖励,单击创建,就可以开始挖矿了。 可以直接使用挖矿合约地址在挖矿页面中搜索到对应的活动。 参与LP挖矿活动,需要先在做事页面添加做事资金,获得LP的Oken。 返回挖矿页面,将LPT Oken存入挖矿活动中。 如果挖矿活动已经结束了,但是没有用户参与,此时所有的奖励代币在合约中没有分发给用户,那么项目方可以质押一笔,就可以将所有的奖励代币取出。 继续形成的设计则。 好战童链继继续形成的奖励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